吉林省永吉县伊勒门村是当地有名的满足村 在农历腊月23北方小年这一天 按照惯例村子里面要举行百家宴 村民们欢聚一堂展开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人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刘新月 新月你好 那么下面请你来带我们感受一下满足村里的浓浓的年味吧 好的主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吉林省永吉县的伊勒门村 这里是一座传统的满足村落 同时呢也是当地满足人口去集最多的村子 今天呀是农历腊月23北方的小年到了 大家看到在我身旁呢村民们已经是换上了传统的服装 扭起了大秧根 今天呀其实室外温度呢还是挺低的 但是广场上呀真的特别热闹 而且我还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香味 大家来看在我面前呢是有四口大铁锅 这个每口锅里呀都咕咕噜噜噜的正做着我们百家宴上的大菜 大家来看呢这口锅里呢其实呢里面装的呢就是我们满足的八大碗了 一共有八个大碗 这八大碗呢八个食材呢每个食材呢都是封俭游神的 都是永吉县的自己的特产了 好了大家现在看到呢在我面前的呢这是一座小木屋了 这座小木屋呢之前呢是一座驿站 现在呀是村民的活动室 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哇这个屋里头特别的热闹 大家好给大家伴上年 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大家新年快乐 其实啊收赖二三呢该剪窗花了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种不同的剪窗花方式 在我们身旁呢这位李老师呢是吉林市手撕画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你好李老师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正在撕的这些什么吗 啊我这正在撕刚撕完的啊是福字 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能看到我们这个福字 福字四处好彩头五福临门幸福圆满 我们去采访一下这位小朋友 新年快乐 哇这好处撕画好玩吗 好玩 好谢谢小朋友 我们看到在前面呢有村民啊正在这里忙或者包一些满足传统的年食 这里有包饺子还有这个圆滚滚的呀是年豆包 还有这个呢正在包的这个呢是玻璃叶饼 外面呢是用这个树叶包起来的 也是一种非常特色的满足美食了 我们看到这边啊百家宴已经开席了 在这坐着呢是我们伊勒门村的沙叔记 你好你好 你好沙叔记 你好哎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百家宴上有哪些名菜吗 有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连年有余 这是我们那个猪大拳的踩得开晃动动猪与猪爪都有 所以像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管在各个工作都得踩得开晃动动 包括生日生日上 好的谢谢沙叔记 谢谢大家吃好喝好 我们说呀百家宴呢每家呢都是每家每户提供一个菜 我们坐在一起呢唠了家常一起来过这个小年 说呀今年呀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每家每户呢都选出了一位代表 在这呢一起来欢度小年 我们说小年啊是春节的年味呢越来越浓了 我们也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欢度小年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好的主播我在永迹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感谢月欣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报道 谢谢 谢谢